列车到站乘客依序上手扶梯 一名黑色帽梯男突然回头和后方乘客起了口角 但当时有不少人吵只能先走上手扶梯 直到即将离开手扶梯时 帽梯男再次回头 这回则用力踩了对方一脚 结果却被后方乘客扯住后背包 用力往旁边硬甩 整个人是直接被推到栏杆上 西湖县这边的车厢比较小一点点 所以多少会踩到是OK的 所以我自己可以接受 这起冲突发生在台北市捷运西湖站 一开始是因为拉住衣领的罗姓男子 不小心踩到帽梯男 对方要求道歉未果也反踩一脚 因而爆发拉扯冲突 即管罗姓男子宣称自己是正当防卫 但法官认为当下对方已经没有再继续踩踏 至于帽梯男则表示自己只是假装要踩 就算踩到力道也不大 但法官认为手扶梯是公共场所 会造成大众危险 两人都有错 动手又踩走的男子拘役30天 回踩的帽梯男拘役10天都可一颗罚金 应该向警方来做报案 就有可能让罗姓男子来对他做道歉的行为了 如果拉扯衣领反而构成强制罪是得不偿失的 被踩的当下这个行为就已经结束了 如果事后再来防卫不叫正当防卫了 根据捷运警察局统计 今年1到5月捷运周分案件高达194件 比去年疫情期间多了57件有明显增加 尤其更容易发生在上下班尖锋时间 踏车人潮最多的时候 像占用不爱做 手机音量太大等等 都是常见的争执原因 这一起案例两人只因为踩到了脚 引爆冲突对付公堂 踩这一脚的代价可不小 明日行为连续公众议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